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我的 满门被土 对我深恨 救我的 因我而至亲残死 命在旦夕 我救下的 却谋反逼宫 渲染黄肠 所有人都想让我死 罪臣周寅之 奸妃学书 罪臣周寅之 奸妃学书 罪臣周寅之 奸妃学书 业已服辱 逆贼谢威 你竟敢趁陛下病重 获国反叛 纵使你得了这奖审 审师历代 也绝不会放过你 氟宿江山 那谢某 就在此等候 我倒想看看 你们能如何 满唐高市 竟无一血腥之人 国不国 君不君 臣不臣 有一个皇城啊 自今日起 由燕士君封控皇城 为者 斩门 大厦已清 高抬已赴 也该轮到我这个妖后扶珠了 这一生我做了太多恶 也成了太多果 倒不如用这今生的一条性命 做最后一件好事吧 多谢大人还愿见我 娘娘有话请讲 大人此番行事 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说法 我愿认下施君之嘴 往后由您匡扶设计 辅佐朝政 拙选新军 只求您答应我一件事 何事 我这一生 利用过太多人 可仔细算来 我负了燕灵的满腹痴情 燕灵亦报复了我 陛下尚在 本宫仍是皇后 岂容你擅闯 燕灵你疯了 早在当年灌离燕家被图 你却跟我说你要当皇后那日 我就已经疯了 怎么 你都忘了是不是 那我就一件一件 让你好好想起来 我任用薛定妃 周迎之之流 他们亦借我上位 我算计省界得了这皇后之位 可如今 也要为她殉葬 共赴皇权 我不欠他们的 可唯有一人 一生清晨 本严明治律 是我挟旨 破旨 害她误入歧途 毁她半世清玉 她是个好官 还望谢大人 故念当年上京途中 选您对您威胁之恩 以我一命 换她一命 放她一条生路 以己之命 换区区一个张哲 换区区一个张哲 救大人阴雨 可可可 用一段黑夜 一瞬烟火 一瞬烟火 借一半清醒梦 给我 早知命运无对错 情深无因果 却不知那一天 却落 你来过 你来过 用几分舍的 来交换 另一半值得 以为放手 是回忆 最好的选择 借我一缕风 去追逐 借不开的梦 却飘散 在雪落时刻 小A 你杀了她 去追逐 沙粑 沙粑 至少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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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去行万里路 看那万里河山 当我自由自在的鸟儿去 这一次 蒋雪泥 绝不再入宫会 好 别忘了 好 别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们都是男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方才还在宁安宫内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看这样子 沈界似乎还未登基 燕家也还未出使 究竟是哪里不对 不对 今年是万真二十年 你怎么了 宁宁 怎么开始说胡话呢 燕林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沈兄 方才是我冒犯了 改日必白酒 向您赔罪 宁宁 宁宁 江松 你喝那么多我送你回去 就请酒而已啊 看到了吧 就是这种误会 江松那是酒还没醒 再说了 你跟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要是有啥想法 也该先找你才是吧 殿下慎言 那就算我真冒犯了他 你还能展览我守护着 我会 你 走了 今天谢先生要再往花店开日想 又趁烤受罚 看起来 留下 organiz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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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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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死啊 走路不长眼 有几条面给我就折腾他 驾 我要 是啊 我也难闷 这天下竟真有如此荒唐之事 快 学生来迟 还请先生责罚 你们的琴呢 谢少师见谅 是 谢 谢少师 是学生 罢了 许是谢某昨日未曾讲经 林子王跟世子不必自责 今日是请客 快去坐下吧 谢谢少师 这 这 叶世子 看你这么着急 是不是刚从哪开九四干嘛 自己不折腾就算了 还要连累我们林子王殿下 薛爷你又在胡说什么呢 是不是胡说大家心里清楚 我 永浩侯府本就是一窝草莽 还敢同我定国公府叫板不成 一窝草莽 我看你定国公府才是一窝草莽 快点来 别走啊 君子不做口舌相争 更不应在秦英之前扰乱星星 你们两个去廊下战役助乡 定心醒神 可有异议 今天学生意有错 愿尊谢少师教会 愿尊谢少师教会 愿他二人一同罚战司过 继续上课 也设订了 一万一座 一万一座 看来我真的回来了 二姑娘在婉娘去哪儿 婉娘她扰乱了江府的敌属血脉 犯了大错你知道吗 所以她不能入江家的墓地的 只能在附近的黄山随便许惯地方 葬了便罢了 娘 姑娘 二姑娘 二姑娘 听话说 你放开我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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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惜有些事 也无法改变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来 来 夫人大喜 老奴平安地将二姑娘接回来了 我的宁静儿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是你的母亲 你的亲生母亲 吴房 这不刚刚回来吗 还得好好适应适应 慧姐儿 你过来 你过来呀 这是你姐姐雪慧 这是妹妹 妹妹 妹妹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想补偿我 就去告诉所有人 我是姜家唯一的嫡女 而她 才是婉娘身的庶女 这件事情 不怪你姐姐 当年婉娘自食甚高 不敬正事 被罚去了庄子 是她心怀不分将你们护换 况且我们姜家 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这种家丑 怎么能宣之于众 以后对外别说 你是被大师批过命的 因为十四岁之前有祸 必须要远离樊宵 才能安然度过 如今 方才接回府中 往后 就跟大家说 你就是姜家的 嫡次女 凭什么 我只要她把属于我的东西 还给我 我 婉娘那个贱人 她这些年是如何教你的 怎么连半点容忍之量都没有 婉娘不是贱人 她不是贱人谁是 当年 我们同夜分明 若不是她暗中使诈 偷偷将你们两个婴儿调换 我们母女俩 怎么会分别了这么多年 是 我就是婉娘养大的 我野蛮粗鄙 得理不饶人 可那又如何 我至少不像你们 假惺惺 你怎么会如此大逆不道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从今往后 谁也不许提婉娘 你不是婉娘的新骨肉吗 你怎么不替她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胡闹你师父 你别胡说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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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是吗 聂元 真的是聂元 你瞧瞧你现在什么模样 堂堂大家闺秀 穿得如此 成何剃头 你平时目无尊长 妄顾家规 我也就忍了 可是你这回 尽彻夜不归 是不是太过分了 看来 你是要长长记性了 杨妈 好好伺候二姑娘 让她好好长记性 夫人 二姑娘前几日才遭了板子 你就饶过她这一次吧 是啊 夫人 姑娘 住手 二姑娘 夫人这也是为了你好 子女孝道 还请您受罚 我是离开这儿太久 久到我都忘了 上一次 就是这么打打闹闹过来的 你在胡言乱有些什么 从前我曾经想过 你我之间有血缘之情 若我乖乖听话 是否能得你真心宠爱 可后来我想明白了 你我之间 永远都隔着婉娘 虽有身恩 但芥蒂难消 有些事 若注定不得 那就不要再强求了 姜雪宁 父亲早就准了 我扮作男子在外行走 您今日这威风 算是摆错地儿了 你放肆 你是这样跟你母亲说话的吗 有你这样的态度吗 母亲息怒 您的身子是最要紧的 真是没想到 你是如此顽劣 难以调教 你不是能耐得紧吗 好啊 你就在这里 给我好好待着 反省反省 母亲慢走 江熊净事呢 互不是狼家的二女儿 你小点事啊 老师 我跟你说 有言在先 宁宁是我的人 不许你打他崴主意 既然你这么宝贝 那你昨日带他和我认识做什么 干脆把他藏起来吧 我那是拿你当兄弟 哦 谁让你听啊 不过 江二姑娘在京城里 可算是恶名昭著的 谁人不知她骄纵跋扈性 也不是所有人 都像你这般品味亲戚啊 那都是假的 什么出身相爷 什么顽劣不堪 这等事情留言 你听他做什么 宁宁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最清楚 你是可以不理会 可江兄 江二姑娘 她始终是个女儿家 你整日带着她这样胡闹 只怕与她闺名不利吧 我宠出来的自由我来娶 再过两个多月 就是我的惯例 见识我就正式向江家提醒 宁儿 二妹在里面吗 我给她拿了些药 近日母亲下手中 莫药落了伤 多谢大姑娘 这不是巧了吗 大姑娘房里的东西一贯是好的 这药老奴便先输了 你这老夫 在大姑娘面前太没规矩了些 这药可不是给你的 当年哪 可是老奴接二姑娘回京的 二姑娘信任我 她房里的我说了算 你 都是一样的 我心不知 我这儿岂是轮到王妈妈做主了 一样 姑娘误会了啊 姑娘身子金贵 老奴这不是想先替您试试药吗 也不是什么东西 都能用在您身上的 您说对吧 王妈妈对我倒是关切得很 往日二姑娘有点不顺心 转样发难 今天怎么就这么了了 这房里除了莲二唐二两个丫鬟 忠心耿耿 剩下的都把我当傻子 从前没上心 竟纵得他们背地里如此长狂 好啊 竟然偷得只剩这么点了 过来 姑娘 站近些 这么怕我做什么 我吃了你们 姑娘 不是奴婢偷的 奴婢一向的费手挤 绝无二心 您千万比赵婆子发卖了奴婢 往日的我嚣张跋扈 对下人也是动辄打骂 我得装装样子 莫被人瞧出端倪才行 这姑娘饶了奴婢吧 都闭嘴 闭嘴 你再说话 我就罚你三天不许吃饭 还要一个人把院子里的衣裳 都洗了 我再把你卖了做苦力 是了 是了 恢复原来那样了 何止你就喜欢 蛮不讲理的姑娘啊 奴婢 是担心姑娘生毛病了 咱们手上也没有什么证据 这些人 你要怎么才能救出来呢 今天谢某渡妻谱 偶遇挤数不解 突然想起当年出上京之时 曾得江大人几番指点 因而今日不请自来 特上府中请教 不知是否讨扰 谢少师此言差矣啊 您乃是天子半师 江某岂敢谈什么指点哪 咱们之间最多就是探讨个一二 哪有什么偷扰啊 大人既不见外 换我居安便可 可以吗 怎么回事啊 二姑娘想干吗 二姑娘 这府里的事多 您是知道的 许多事呢 都要等着大家去做呢 您这忽然把大家 都叫了过来 可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也没什么要紧事 就是看着我这匣子空了点 你们往日拿了多少 都给我还回来吧 真是 都没拿是吧 二姑娘 您这可真真是 冤枉奴婢们了 您这可真真是 您说大家都在这院子里伺候您 大大小小 庄庄见见的 都是以您为先哪 您是主子 谁人敢拿您的东西呀 无妨 我早料到了 大家且等等 我收拾不了各位 自然有人能收拾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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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二姑娘那边出事了 您丫头又出什么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二姑娘她说 要整只偷东西的下人 她真是这么说的 嗯 这丫头 怎么变了心性开了窍了 不会是一时怒气 冲昏了头脑吧 走 带我去看看 老爷 这 你去看看 冲昏 怕是要怠慢你了 你看我这府中 出了些阿杂之事 我需要去处理一下 你 无妨 江大人请便 好 好 好 来 咱们走 来 咱们走 走 二姑娘 这也闹了大半赏了 误了差事 夫人责怪下来 咱们大家都不好做的 是啊 王妈妈的胆子 几时变得这么小了 您瞧 这人不是来了吗 怎么了你丫头 见过父亲 嗯 女儿无能 处置不了房中人 只能打搅父亲了 这说的什么话 有爹爹在这儿给你做主 万事都能解决 那就好 请父亲上座 好 话我方才都已经说过了 有拿了我东西的 最好早早地去寻了放回来 我可以既往不救 怎么 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变成哑巴了 啊 若有人当敢在我面前欺瞒 通通把手脚打断 方卖出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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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您若是拿个账本出来 跟奴婢们一一对质 奴婢们或许还心服口服 可姑娘对自个儿的东西都没数 今日说匣子里的东西少了就少了 这多了就多了 都凭姑娘一张嘴啊 是啊 那你的意思是 我在讹你们 这话老奴不敢说 只是奴婢们个个出声寒威 实在是没钱 替您赌却 是 还请老爷做主啊 老爷 请老爷做主 请老爷做主啊 请老爷做主啊老爷 女丫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父亲 他们就是料定了我拿不出证据 才敢如此颠倒黑白的 你们当真以为我自己心里没数是吗 唐儿 取账本 真不成本 不知道 我那书架上从上数到下 第三层左起第六本就是 去啊 什么账本 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什么账本 不知道啊 是 我来瞧瞧 五十八岁生辰时 父亲听了一枚红玉如一佩 点催头面一副 父亲您瞧 我记得可有错 我看看 没错 没错 还有 燕世子送了一对汝瑶白糍花菇 一枚大义国来的夜明珠 还有整块羊枝白玉雕成的九连环 这东西 这东西可是光灶啊 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拿出去当了 只怕是要送官府的 王妈妈 您说是不是 好啊 这下证据确凿 如果你们现在还不承认的话 来人 老爷 老爷 如果去每个房间搜 到时候搜出来了 我定当严惩不带 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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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全都说 都是老婆子 朱雍蒙了心哪 老爷 我已经搜了 拍照 nostra 可算是开口了 别急 今日趁这父亲在此 你们一个个一庄庄一件件 慢慢说 哎呀,我的宁丫头 我真的长大了 这下爹爹可以放心了 只不过今日这账稳的事情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鬼主意来的 而且还记得那么清楚 父亲说笑了 女儿哪有那本事 全是阴灵教的 又是那个臭小子 就算玩得来 毕竟你们都大 也不能总是混迹在一起 对了 父亲 那些下人您打算如何处置 依你之见 该如何处置啊 常言道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他们本也是府里的下人 称今日这样 归根到底 是女儿太过纵容之过 既然两方都有错 女儿也不想逼人太甚 除缺那几个顶嘴的 余下的 就各领五个板子 罚两个月的工钱 往后尽心伺候 不再犯也就罢了 若是再犯 那便拎出来 心账旧账一起算 直接发卖 父亲觉得如何 不得 父亲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原本以为啊 以你这丫头的性子 一定是会闹上一番的 对了 这些话 也都是那个烟狮子教你的 看来这永逸侯福 后继有人哪 既然父亲都这么说 那母亲禁足我的诗 这个事 江大人 屈安哪 你看看我这 人本是坐不住了 出来观景 没想到 宁儿姑娘也在此 冒犯了 是我不好居安 让你久等了 宁儿姑娘 你先回房休息吧 记住了 晚上要向你娘问安 自上次一别 已是数年 我对宁儿姑娘的印象 还停留在当年 今日一见 倒是愈发沉稳恋打了 对呀 宁丫头 当年你独自进京 我恰好听闻居安同路 于是托他 与你结伴 照拂一二 你可还记得呀 在下谢威 承江大人的琴 叨扰了 宁丫头 这孩子怎么还愣住了啊 在客人面前不可失礼 无妨 方才见您二姑娘一通绸缪 想必是乏了 早些会方休息 也好 是啊 是 来 先扶小姐回去休息啊 是 是 来来来 居安 咱们这边书房请 来来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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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一句 她好 把这个地方 故意是你带着 才过 任何人送 我外来 贝wich 准备 商量 扪輪 daytime 来 打赏 女宣盛 家 利宏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